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拆封每个部件根据评计图指 这个材料选择一杯板材 一杯板材的可塑性较强 材质轻便 易于切割和粘接 并且让道具有一定的厚度 裁切并进行组装 整个过程用11个月左右 难点是对大板型的把握 需要将整体拼装完成后 再进行调整和修饰 其次就是部件的支撑 需要保持每个部件的重心不为偏移 在模型制作过程中 我们用3D建模 打印制作建材细节 这个需要铁一下吗 对 这个要把它铲 部件粘机后表面会留下胶痕 也有一些凹多瓶痕 需要进行打磨 再用热关枪进行调片 使其更为细致表面更加光滑 一杯板材本身就会吸收一些分漆 让分漆的颜色变得暗淡 所以整体完成后 需要在外层放上厨艳 或者白乳胶为上色做准备 我来看看 的 我来临近 Whenever我要走 我正常躺下 我来的 我来 и 我来 我是 我来 我来 偷偷是谁 往前面 前面的问题 往前面的问题 这个会流涮你的风 对道具进行上色的过程 需要先上色 建装的颜色偏深色 所以用黑色进行打底 之后的其他颜色才会更容易显色 更为真实 底色过后 水道会上出底色 需要一碗晾干 局部细节带做遮感 再进行红色和其他颜色的上色 更一次期最快 最快的话 上下一道期要两个小时 完全干货的话至少 有些 使用喷笔来补色 和做效果色 为了准确和更好的效果 需要进行调色 比如铜色 我使用了金色和红棕色进行调色 最后再给缝隙 凹槽 做上阴影 以及整体模型的做就 局部战斗的痕迹的体现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